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我們看到 香港奧運這次選手的表現不錯 這班年青人 也是代表香港比賽 最新的情況是因為 張家朗 我兩個混亂了 五家朗 張家朗 兩個都拿著東西 一個是打羽毛球 一個是劍擊 玩花劍 吳家朗 就被民建聯的無恥之徒 木家俊 去上綱上線 去批鬥 我們覺得這件事 要深入一些畫出來 究竟有甚麼陰謀 一個運動員 比賽的時候 被人這樣攻擊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心情呢 是不是後面有黑手呢 當中有甚麼陰謀呢 而且 民建聯這個人本身其身不正 更加是比 以前的同學 大爆他以前 偷他的錢包 原來是賊 現在 還為人師表 說自己是個教師 還是教聯會副主席 我們找回資料 一個這樣的人 有甚麼資格為人師表 有甚麼資格做教師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詳細地探討一下 以及當中有沒有什麼 更加不可告人的陰謀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 Page 亦會與時並進地報導多些全世界不同的新聞 以及關於香港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訂閱追蹤 Like and share 民建聯這條垃圾 真的是完全是一個垃圾 這個無憾五家朗 原來五家朗 就是因為沒有人贊助 基本上他是一個受害者 一個受害者竟然被他抽刀 竟然被他欺負 用文革的手段 上綱上線 你玩上綱上線 我也跟你玩上綱上線 這個是香港的運動員來的 他是代表香港 我們750萬人去參加這場奧運的比賽 奧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體育 運動 你竟然在他比賽的時候 贏了 他是贏了 打贏了對手 晉級 你竟然是 無憾他那件衣服 無憾他那件衣服 有甚麼政治的企圖 實質上你是不是在幫他下一場的對手呢 你要從心理上打擊他 使得他 疲於不明 用時間來向公眾解釋 然後澄清 大家都知道 作為一個運動員 尤其是去到頂級賽事 心理質素很重要 是不是 我們看到英格蘭國家隊 在射射二碼的時候 三個年青人 都射失 這個絕對是心理質素的問題 面對一場國際的大賽事 歐洲國家盃 歐洲國家盃 進入了 英國就捧這個冠軍了 英格蘭幾十年來 都沒有試過 55年前就捧過一次世界盃66年 這次呢 這次有機會捧歐洲國家盃 地位跟世界盃已經很接近了 歐洲是世界足球強國 所有的強國雲都在 有英超 有義甲 有法甲 有德甲 有西班 有西甲 蒲超 然後還有其他的比較相對於 何甲 比利時甲組 然後就是羅超 相對已經沒有那麼強性了 但是也是一個 運動員精英集中的 尤其是足球運動員精英集中的地方 個個都想去歐洲踢球 所以那三個年青人 有過去 只有19歲而已 心理承受不了那麼大壓力 所以射失了 大家不要說他膚色甚麼也好 可能是太黑 運氣不好 那種黑 運氣不好 或者 其實也不是運氣問題 是心理質素 因為 十幾歲人 十九歲人 面對那種 全世界的壓力 女王幾十年未捧過杯了 很想捧杯 加上這些壓力 就射失了 現在這個穆家俊 我們要查清楚 他究竟收了人家多少錢 他是不是幫外國勢力 去進行顛覆 透過他這次追擊這個運動員選手 使得 伍家洛在羽毛球賽時 承受巨大的壓力 有機會他下一場比賽表現失準 是不是 這樣就可能會淘汰他 他有甚麼得益 大家要查清楚 他跟接下來那場比賽的國家 有沒有甚麼勾結 有沒有收到人家的錢 有沒有人家透過 不知甚麼渠道給錢 使得 製造一些攻擊這個運動員的事 從而令這個伍家洛在下一場比賽 輸球 這樣就可以令到另外一個運動員 進入 這個進級 這個 很大機會是勾結外國勢力對於政府進行顛覆 香港 多難得 出一個運動員可以入到世界上的賽事 奧運會 羽毛球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是香港的 其中一個獎牌希望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叫張家朗 現在入了四強 有機會拿牌 甚至乎 衝擊這個金牌 新高193 新高193 因為名字一樣 有時也會搞亂 不知道誰打誰 現在知道了 高一點那個193 就是玩花劍 這個就是玩羽毛球 我們認為 你玩上綱上線 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要同等份量去招呼你的 現在最新的情況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 木家進 凹水 他竟然 將這個 Facebook專頁刪除了 因為網民 已經再找不到他的Facebook專頁了 另一件事就是有人報料 這個木家進 他的同學 是被他偷了 現在他的同學很生氣 就要爆他大禍 你 竟然小時候偷東西 小時偷針 大時偷金 小學的時候偷銀包 現在 還有廉恥 在 做教師 做議員 說自己伸張正義 知道自己 在做甚麼嗎 他同學說知道他不會承認 看死你也會刪流言 你不是香港出生 小學從大陸來香港讀書 憑甚麼自己 為香港人發聲 我都覺得 不應該這樣說 任何人 你認同香港的價值 你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 你是捍衛香港人的 我們也當你是香港人 即使你在大陸來 我們很多手足在大陸來的 他們認同了香港這一套 核心價值 他們認為我們要守護香港 我們要尊重香港的人權 要自由 我們要得到我們的自由 我們不應該 是被任何的人 任何的組織去剝奪 現在共產黨就是想剝奪我們的自由 所以我們要作出反抗 而你 竟然敢說這些話 原來 你 你也是 這個政權的走狗 現在不單只是走狗 你還涉嫌勾結外國勢力 去打擊我們香港的這個 運動員 還是賊 你們民建聯 專出這些人渣 之前有一個 拿把刀 把刀捅人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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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刀捅人家去捉住了 哇 你們 把刀捅人家去捉住了 這個木家俊 我們的 特約記者爆料 他是灣仔 過街老鼠 整個灣仔都十分之討厭這個人 專門搞事 又不做實事 現在 還要揭穿他是教聯會主席的身份 教聯會有甚麼人 全部都是五毛共九 因為香港有一個教協 所以中共就要搞一個教聯出來跟我們頂 而香港有一個學聯 他們就搞一個學協 逢是香港任何組織 他們都搞另一個學協 這個教聯會裏面 當然也是五毛來的 沒有一個不是的 這個還是教師 人之環 根本 就是誤人子弟 我們要求網民 一起幫幫忙 我看到網上已經有聯署要求教育局 遷奪他的教師資格 因為這些人沒有資格做教師 他們是誤陷我們香港的代表 他們是誤陷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即是 反對特區政府 即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即是 犯國安法 一定要從這個方向去對付他 不要想著你跪下跪下就可以了 現在張國軍 叫國軍幫你陷害 張國軍 把矛頭指向這個羽毛球總會 就說羽毛球總會做得不對 你想就這樣解決這件事嗎 他說羽毛球總會的說法 使社會人士誤解 甚麼是社會人士呢 是你們民建聯的同黨來的 是你們這些賊的同黨 你們民建聯個個都是賊 你們一定要交代清楚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